中华懒人包来关心 现在规定确诊者在居家隔离七天之后 不用快筛就可以出门 但有很多人遇到了当时在解隔离时 快筛还是两条线 担心会有传染的风险 指挥中心强调发病五天培养不出病毒 CT值27以上的传染力很低 30以上更是几乎没有 所以不需要再浪费社会资源 呼吁民众不需要太担心 只要做好自身防护措施就好 但还是有医师是比较保守的 认为免疫系统较弱 或是需要暴露在高风险环境的对象 需要更长时间消灭体内病毒 多隔几天比较保险 确诊者好不容易趁到七天解隔 没想到快筛后还是两条线 病毒这时是否还有传染力 究竟该不该踏出家门 第五天以后我们可能虽然是阳性 可能就培养不出来了 CT值27以上 那基本上传染力很低 30以上我们认为几乎都没有 那就把口罩戴好 那尽量不要跟不特定的人接触 所以如果说连快筛都还是阳性 特别是两条的话 其实病毒量还是相对的高 并不能够说这时候病毒量已经低到 不会传染别人 医师看法叫保守 认为每个人清除病毒的能力不同 很难保证病毒不会再传播出去 尤其根据美国加州的调查显示 约有五分之一的确诊者 在出现症状的十天后 快筛依旧呈现阳性 其中还有25%的人具有活病毒 专家认为可能跟免疫系统有关系 因此也建议免疫系统较弱 甚至需要长期暴露在高风险环境中的人 接割后人筛阳 还是在观察几天 多关几天观察自身状况 同时也能保护家人 借台北综合报道